我訪問過莫斯科 見了大家都說不應該見得普丁 但我同時去見了這個澤文斯基 也代表說我對烏克蘭支持 俄羅斯跟烏克蘭 大家如果要問的話 印度離誰比較近一些 大家應該還是俄羅斯的 在俄烏戰爭爆發之後 以美國為主的國家 對莫斯科侵行很多的制裁 但大買能源的是誰 印度絕對是其中重大的國家 佔印度進口石油可能五分之二左右 看到俄軍現在整個戰略的策略 已經越來越有節奏 而且我們剛剛看到了 他也改變他的戰術 是比較有彈性 而且是分區的這些逐階的打擊 我們也持續來關心 那以外交上最近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印度總理莫迪在8月23號 會抵達烏克蘭進行的是 烏爾建交30年以來 印度總理對烏克蘭的首次訪問 我們看到面板上 這個莫迪他特別說 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分享了 對和平解決衝突的一個看法 他還說現在印度是區域和平的支持者 他還特別強調了 現在這個時候 這不是一個戰爭的時代 但是我們知道莫迪才剛訪問完俄羅斯 先後又去了這個烏克蘭 他這樣做的原因是什麼 莫迪是想要在私下俄烏之間做一個穿梭 當一個密使嗎 介入之後就能夠為印度爭取到什麼樣的政治利益嗎 印度的考量是什麼 大宗老師 對 這個莫迪訪問這個基輔 其實之前消息已經都有傳出來 不過還是讓大家比較意外 因為的確他是30年以來 就是從印度跟烏克蘭建立正常關係 從烏克蘭獨立之後 第一位訪問烏克蘭的印度總理 還是非常特別 那他這次在行程之前有特別的講話 他說我們印度的外交政策過去是遠距 那現在是要跟大家都一樣的友好 這不只是等距而已 要跟大家所有各方都很好 所以這彰顯說這是印度傳統的這個外交政策的一個 一個更加的一個彰顯 就是說獨立自主 而且非常是有自己的一個戰略的考量 因為我們不要忘記 今年6月份的時候不是有所謂瑞士的和平會談 對 和平峰會 當時中俄兩國是不參加 基本上是因為中國大陸有他的講法 就是他認為這不是一個很公平的 審視所有的和平方案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印度有沒有參加 印度有巴西印度還有包括南非 等等 大概有14國當時是以觀察員的身份參與 但是會後的一些聯合的聲明裡面 他們是沒有簽署的 這也是彰顯出印度對於 俄乌戰爭的一個看法 基本的看法 就是他希望能夠觸和 和談 用政治解決 那這是他一個大的一個方向 所以7月份的時候莫迪訪問這個莫斯科 建了普廷 當時西方社會是給莫迪總理很大的壓力 尤其包括美國 因為那個時間點是什麼 7月份的時候是在華府召開北約峰會 是一個拜登重要的場合裡面 凝聚大家 北約峰會談的主題就是俄乌戰爭 他在當時 雖然說這個行程早就規劃起來 但是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在7月份他跟普廷的見面 畫面 肢體語言 大大的擁抱 而且普廷說 我最親愛的朋友 很高興能夠見到你 當時大家不要忘記 責任司機當時是非常的吃虑 很感冒的 他馬上在他的社群媒體說 作為全世界最大 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 指的是印度 居然可以跟一個戰爭犯這樣做擁抱 這絕對不是一個好的事情 令人大失所望 也是對我們這種正義的 一種很毀滅性的打擊 這是7月份的時候 責任司機在社群面前講話 但是現在他也是舉雙臂 歡迎莫迪的到訪 這就是莫迪印度外交厲害的地方 莫迪去我覺得他沒有 那麼積極的意願 譬如說像中國大陸曾經提說 政治河南方案幾點計畫 我覺得是沒有 但他代表說 我平衡了 我訪問過莫斯科 見了大家都說不應該見得普亭 但我同時 去見了這個責任司機 也代表說我對烏克蘭支持 而且希望 有早日能夠解決這樣的一個紛爭 但是再好 光譜上來說 俄羅斯跟烏克蘭 大家如果要問的話 印度離誰比較近一些 大家應該還是俄羅斯的 只有歷史上長遠的一個理由 從冷戰時期到現在都是如此 我們也不要忘記在俄羅斯戰爭爆發之後 以美國為主的國家對莫斯科清醒很多的制裁 但大買能源的是誰 印度絕對是其中重大的國家 到今天可能佔印度進口石油可能在五分之二左右 買了比較便宜的俄羅斯能源 還有很多的跡象可能顯示 印度的一些做法 比如說在聯合國過去兩年多的場域裡面 如果去看印度駐聯合國大使 他們在每次投票裡面的講話 可以很清楚看得出印度的邏輯 就是說很多時候 他可能就未必站在大家的立場裡面去譴責 或去主動支持制裁 他可能有時候投的是棄權票 他會認為說這樣是 如果真正制裁可能對於 俄羅斯戰爭的和平解決不見的是好事 這就是印度所佔的位置 那這次目的去 我覺得一方面他是平衡了 就是美國對他的施壓 另外一方面也彰顯說 我是左右逢源的 我理論上我對雙方都還不錯 我沒有一面倒的倒向普提那一邊 謝謝大宗老師的補充 好 我們持續來關心的是軍事的議題 我們先來比較的是 美中在戰機上面的大PK 先來看到的是美軍第六代戰機 NGAD 以及它所搭配的無人聊機CCA 好 根據瞭解 現在本來說這款NGAD 這個單機的價格因為太高了 2.5億美元 比F221.43億美元還要貴兩倍 讓計畫現在是陷入停擺了 那看得出我們就覺得說 錢會不會是今天的一個重點 所以我們要特別來看 剛好在另外一頭舉行的是近期的 美國空軍參謀 他在全球航太首長的會議上面 展示的這一架 好 畫面上我們看到 未來輕型的逆蹤戰機概念圖 這個外型呢 大家說和F35非常的類似 只有它的尾翼的部分有一些不一樣 它是V型的尾翼 那F35是垂直的 那所以呢空軍表示呢 未來美國的空軍會把 群風的概念列為戰機的系統開發重點 他還特別強調了 剛才我們說錢是重點嘛 所以成本開發性是未來最重要的 性能反而是沒有這麼 比這個性能還要更重要的 沒有這麼看重的 我們來看到美國的空軍參謀 講他公開的這個未來輕型逆蹤戰機 代表原本第六代戰機的計畫 因為太貴所以確定夭折嗎 接下來我們要關心的是說 戰機的部分以後美軍可能會買一些 都是比較相對便宜的來做取代嗎 空軍參謀長他還說 美軍戰機未來重殖不重量 只是說這樣子的一個發展方向 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沒錢會不會變成未來美軍 自己空軍的一個致命傷 委員怎麼看美國的部分 這樣子一架飛機 如果你買的時候 是剛剛你講到這個 這個每一架這個新的這個戰機 它賣到2.5億美元嘛 那你可以去想一件事 未來20年的維修費用 大概也是2.5億美元 這個就是普通常識 這是ABC 所以你買一架戰機如果是1億 未來20年你的維持費用就是1億 所以加起來就是2億 所以當你的第六代戰機 每一架要2.5億美元的時候 那你想想看 你未來20年你要付多少錢 來維持這家戰機的運作 所以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 其實這個一方面是因為它太貴了 所以已經撐不起 所以它必須要製造比較便宜的飛機 第二個其實更要去注意一個問題 他有講到就是說未來的發展方向 這位空軍參謀長講的 是重量不重值 其實他還有說過一句話 未來飛機的發展會放入風群的概念 你認為這風群指的是什麼 就是無人機 所以未來的戰爭 就是新的戰爭型態已經出現了 你看這次在烏克蘭戰爭裡面 無人機扮演角色有多麼的重對不對 那未來會更重 就是說這個飛機 一架戰機出去 它無人機 可能有一架兩架 甚至三架四架 陪著它出去作戰 所以你要跟對方作戰的時候 對方有好幾架飛機對你一架 只有一架有人 其他都是無人機 所以也就是說你未來的飛機 可能耗損力會很高 無人機方面耗損力會很高 所以這個所謂風群的概念 因為大家都可能會生產很多 又便宜又好用 而且偵查跟打擊的能力 並不弱的無人機 都具備 而且最主要是人的命太貴 所以那個飛行人太貴 連無人機沒有人 你這本身就省了很多的錢 那無人機的造價 因為不需要去保護人的安全 所以無人機在保護人方面的 那個設備 不會不需要那麼講究 那你省更多的錢 所以你造一架 你說要一架低陸代的戰機 有人戰機2.5億的話 那無人機搞不好就是 兩三千萬美金 就可以飛得出去了 就已經很棒了 可以直接投入戰爭了 所以大概是這個 美國人 我們必須要承認 在武器的發展方面 美國人真的是 永遠是投向未來 他們的創意真的是最夠的 最有創意最前進 最前衛的 所以他把風群的概念放進來 然後這個重量不重值 這整個加在一起 大概答案就出來了 對 我要花更多的錢 未來就研發無人機 所以我現在的這個飛機 我要重量不重值 所以未來飛機 我就要造的更便宜一點 你知道嗎 但這個便宜的 所謂的造價便宜 我認為他的設備不會太差 你看他在身上 還是有F-25的 這個影子在裡面 他認為可能這樣就夠了 他做這件事情 一定有評估 他的潛在的敵人 究竟他的戰機的性能 跟美國未來六代機的 戰機的性能相比是如何的 因為他的潛在的對手 我們就講明 就是中國大陸 他在研發他的六代機 那美國自己就想 他的六代機要怎麼走 我的六代機要怎麼走 我的六代機應該不需要 像F-22 F-35花那麼多錢 可是我依然 如果一堆我依然贏他 美國一定有這個信心 他才會 要把他的六代機造的要便宜 要重量而不重值 說不重值是騙人的 就是不可能 你所謂六代機 你五代機具備的能力 他都會有 只不過他是一個輕型的 他不需要花那麼多的錢 把它造成一個重型的飛機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值得我們去觀察 他們大家在想六代機 不過對大多數的國家 現在概念還在四代機 五代機而已 還到不了六代機的概念 好觀眾朋友 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們在把目光望上了 現在在烏俄戰場上面的 最新的情況了 烏克蘭的軍隊 被閃電攻入了俄羅斯的 庫爾斯克之後 我們特別要來關心到的是 另外一頭 俄軍也在迅速的逼近 烏克蘭東部的戰略重鎮 這個地方 波克羅夫斯克 好畫面上我們特別來看到 這個是在烏克蘭的領土上面 當地居民現在已經正式的 接受到命令了 要來開始做正式的撤離 原因是什麼 等一下在觀眾朋友 特別來做解析 這個地方 波克羅夫斯克 它是烏克蘭重要的 也是主要的防禦據點之一 也是它在 盾內茨克地區的 重要後勤的一個枢紐地 最新進度 也是我們今天要特別 帶您關注的一個新的重鎮 也就是俄羅斯國防部 最新說的 俄軍已經攻佔了 烏克蘭東部盾內茨克州 枢紐的這個地方 好畫面上看到紐約鎮 持續的推進在烏東這邊的攻勢 現在可以看到整個烏東地區 現在陷入非常危急的狀態 責倫斯基我們看到他打一城 又丟了一陣 特別是剛剛提到的紐約鎮 就是剛剛丟掉的一個地方 責倫斯基他靠著分拆 俄軍的軍事資源 真的能夠有效果嗎 還可能在 繼續的在他所希望的 庫爾斯克這個地方 建立緩衝區嗎 鳳欣姐怎麼看 我覺得其實從8月6號 那麼烏軍突然閃電的攻擊 庫爾斯克這件事情開始 其實西方媒體 我特別觀察西方媒體如何去觀察 這件事情 剛開始是一陣錯愕 接著有一部分的人開始覺得很歡喜 但是另外有一部分人開始高度的擔憂 擔憂什麼呢 擔憂這一批孤軍進入了俄羅斯 他越深入 可能會讓自己陷入更糟糕的一個情境 因為你越是深入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庫爾斯克這個地方 鄰近烏克蘭的這個區域 其實就是一片平原 所以它本來其實就是一個 義工難守的地方 但是你佔領了 它也沒有太大的戰略價值 所以很多人也就在分析說 到底澤倫斯基這一朝期 他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可以講說 可能有三大目的 第一個是提振士氣 到目前為止提振士氣 這個目的還是奏效的 烏克蘭到目前為止 在烏克蘭的前線的軍隊 他們所得到的這一些畫面 回傳到後方之後 後方確實覺得說 我終於可以讓俄羅斯 也常常戰爭的這個痛苦了 但是第二個部分 他希望能夠分散俄羅斯的軍隊 讓俄羅斯被迫要抽掉 烏東的軍力 然後到北邊來 去防守他們的庫爾斯克 結果你發現這一招完全失效 大概從上個禮拜開始 其實就有大量的媒體 去跟烏東前線的 烏克蘭的軍隊 開始取得了聯繫 他們就開始紛紛抱怨說 我們現在已經打得筋疲力竭了 結果最近反而彈藥 是補充不及的 所以他現在將大部分的精銳 留下來的這一些後輩的軍銳 往北打的結果 是讓他的東部 反而是陷入了更深的困境 而俄羅斯在烏東地區的進攻 不但沒有減少 相反的 他在整個的烏東的軍力 開始變得補給 變得比較困難的情況之下 全力的進攻 所以過去這15天 你會從烏克蘭的地圖裡頭 看出來 那個一大塊一大塊的土地 就這樣子流失掉了 因為烏克蘭的軍隊補給不上 這不是說我們今天在這邊這樣講 因為你看Politico也這樣報導 紐約時報也這樣報導 英國衛報也這樣報導 美聯社也這樣的報導 就我剛剛舉的這些例子 過去都是烏克蘭的啦啦隊 但他們都不能不承認 這個事實就是 你要分散臂力 沒有發揮它的效果 好 那於是就開始有第三種說法說 我要建立談判籌碼 這是從這個8月大概10號左右 那麼責任司機的顧問就開始對外說 我們主要是要建立談判籌碼 那麼責任司機也說 我們要建立緩衝區 現在就談判籌碼的角度來講 你最多可能就是俘虜換俘虜 但是如果是停火協議 本來俘虜就是要互換的 所以俘虜換俘虜 你說能夠發揮多少效果 我要打一個問號 那至於說我佔了你的土地 所以你就必須要還我一些土地 我們看到最近有一個態勢的發展 原本在8月底的時候 傳出來烏克蘭跟俄羅斯有一個私下的秘密的談判 希望先預先的了解對方的底線 但從這一個 沒有太多很有名的戰役 拿破爾那一次是最有名的一次 然後之後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德軍也是很有名的一次 你越深入到俄羅斯 俄羅斯採取的做法就是我把居民全部疏散 那我全部疏散光了之後 你就會發現你就進入了空城 然後一路往前面前進 越往前面前進 你的補給線就拉得越長 可是這就補給線越長 就使得你的補給線斷線的機率大幅度的增加 沒錯 到最後你進來的軍隊 就很可能會成為孤軍而被包圍 所以現在你看到俄羅斯 他採取的方式就是康爾斯克 還有這個比爾戈羅德 這兩個這個北部的州 就大量的撤退居民 其實他在大量撤退居民的時候 我就會我看到有一些人就提到說 哎呀你看俄羅斯緊張了 所以他們要撤離居民 可是我怎麼看都比較像是二次世界大戰 還有拿破仑那一次的戰役當中 俄羅斯所採取的撤離居民的做法 那如果是這樣子 他們以兼必親野的方式 其實烏克蘭的軍隊越深入 對他們不見得有利 我覺得現在已經開始出現 越來越多的聲音 就包括了就是歐洲的一些研究單位 他們就提醒烏克蘭 你要趕快撤軍 否則的話 以你這麼精良的一批部隊 本來保留希望在戰場上面 可以作為最好的一個攻擊的 這一群軍隊 如果是因為被包圍 而沒有辦法好好撤離的話 對烏克蘭士氣的打擊 可能反而是更大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 我原本是覺得 這是一場 澤倫斯基的豪賭 但是我覺得現在越來越朝向那種 就是最後絕望的反擊了 好 我們持續看到 那現在看到俄羅斯 在這邊 庫爾斯克這個地方 剛剛 鳳姐幫我們特別聊到 就是他認為 就是一個兼必親野的一個策略 另外一頭我們要來聊的 就是在烏克蘭自己的領土上面 對那一時刻 現在這邊 目標看起來 俄羅斯希望能夠全部把它拿下 包括我們今天新談到 這個紐約鎮等等的地方等 都是俄羅斯的目標 照片老師怎麼看俄羅斯現在整體策略 霍克蘭夫斯克 在蘇聯時代的時候 叫做紅軍城 最早的時候 最早年叫紅軍村 後來因為慢慢發展到6萬人聚落 才叫紅軍城 那是一個前進的補給基地 也是前進指揮所在那 假如沒有拿那個前進補給的這個樞紐 去分散補給品 跟支撐前面的部隊的話 這個萬一被拿下來的話 那會很可怕 而且在這個繼續往前推進 大概就要能夠替代的補給基地 就是巴弗洛斯克 那個巴弗洛格勒 巴弗洛格勒的話 這個人口比較多 而且大概有10萬人左右的人口 而且相關的補給設施也不錯 但是會造成大的心理震撼 因為它離基辅只有105公里 而最重要的 這兩個有一個連接的 50號公路 其他的地方相關的道路設施 都不適合重車輪行車輛 然後運捕 向前運捕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假如這個紅軍城丟掉的話 那後續的戰況 將會要嚴重的逆轉 最終一下算算時程 現在是因例7月半 中元節剛過 大概到還剩兩到三個禮拜 雨季就要開始 雨季開始的時候 基本上來講 大家都動彈不得 所以為什麼呢 這個俄羅斯 陳如剛這個鳳琴所講的 那邊啊 兼閉親野 我不跟你弄 我就在往後撤 讓你隨便站 因為等到雨季的時候呢 你知道 這個它 困在裡面 它就困在這邊了 所以雨季的時候 所以它趁著雨季 來的最後三週 一定要拼命往前堆進 那假如說是少掉了 150號公路這條 支撐 這條主要的 就是交通路線做支撐的話 其他的 那個道路設施相對較差 那那個沒有適當的補給 那整個防線會崩潰的 好 除了地面上的戰術 剛剛我們講到補給線之外 我們要來看到 現在其實整場戰爭也在鬥志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來看到是來自於 美國海軍新聞做的報導說 最近呢 有一個衛星照片發現 俄羅斯海軍它在這個地方叫做 塞瓦斯托波爾軍港部署了一艘是 全尺寸型的充氣潛艇模型 可能呢 就是用來要欺騙烏軍進攻的 那這讓不久前呢 烏軍其實才宣稱說 它集成了俄羅斯的一個黑海艦隊 叫做基洛級的潛艇戰果 非常好 這個真實性等於是大打折扣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上俄烏戰爭上面 雙方都常常會使用這種仿真型的模型 來消耗對方的彈藥 靠鬥志 靠欺騙這種招數 張靖老師又怎麼看 我覺得基本上來講 是要你要壓多少銀子下去 你這個就是要做誘標 要做誘餌的話 你投資越過當然是做得越好 但是基本上它有兩個要欺騙的對象 一個是欺騙武器的操作者 另外是一個要去欺騙武器系統的感測系 這兩者所要製造出來的目標效應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有很多目視看起來相似 但是那個紅外線或者雷達的感測機一照 就跟照搖鏡一樣 立刻就照不到這 對 那立刻就要現行 另外還有有些要誘標 你還要讓它能動 因為靜態的誘標 這個就是那個能夠棄底的效果也有限 所以他們現在還要做到仿真能夠動態的誘標 而且還能夠發射信號源 像我們有很多假天線 假那個發射源 就是吸引那個反輻射這個導彈的 另外還有一個 你不能靠單一誘標 我為什麼講呢 就是你還要有適當的就是這個運動啊 情境條件來配合 就是你要辦一個假皇帝啊 你要找一些真龍套在旁邊啊 或者說真大臣圍在旁邊 你才相信那是個假皇帝 所以整個誘標之中 這是有一套完整的戰術 而且就是完整的紀律管制 你才能把別人騙得團團轉 做誘標這個而言啊 現在中國大陸做誘標 就是叫做就是暢銷全球 你知道包含美國的F16 都是向中國大陸去買 他們做的假誘標 所以我就跟你講就是說 這個東西其實做假誘標 是一個科學的問題 但是你運用起來 我們都知道明明是個好車 卻給你開在一個爛路上 或者一口車你開了之後去撞 這個很難講 所以有好東西 你還要有好方法才能用 否則一把寶劍 到了一個拙劣的劍客手中 只能殺豬砍肉用 好我們持續關心 同樣也是戰略上面 最終這場戰爭有沒有可能會走向 最終極就是大家擔心的 可能發生核戰嗎 因為英國時報也做了一個報導說 俄羅斯呢早就對烏克蘭宣戰之前 就已經特別針對北約地區 進行全面戰爭的一個計畫 所以早就已經有在規劃這件事情 然後瞄準的就是歐洲的32個重要的目標了 那在其實這場戰爭這麼膠著之際 我們也來看到幾場 接下來會發生的重要的外交的訪問 包括了大陸的國務院總理李強 應邀訪問俄羅斯 會展開他的訪二行程 那另外訪問烏克蘭的則是這個 印度總理莫迪23號會去烏克蘭 現在先問第一個問題 請教鄭東老師 普丁有沒有可能被迫使用核彈 第二個就是您如何看這兩個外交 在政治上面的意義 基本上核彈它是一個防衛性質 就是說它一定是在自己受到 自己的國家領土受到攻擊的時候 它會使用 大概現在多數的核武擁有國 都是採取這樣子的一個基本的方針 那但是認為俄羅斯可能會採取核戰 可能就會引發真的核戰發生 也就是說當大家出現這樣子預期的時候 這個軍備競賽相互的懷疑猜忌 可能最後使得大家真的正面衝突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俄羅斯它最近在這個 加里寧格勒部署了這個叫做 Iskander的這個導彈 那這個導彈呢 加里寧格勒的大家知道 它這個地理位置很特別 因為它剛好是在波蘭跟這個 立陶宛中間的那一塊飛地 它是俄羅斯的領土 但是它被立陶宛跟波蘭給包夾 那那個位置上部署一個導彈 而且那個導彈是具有這個 可以裝一個核子彈頭的 那當然就會對波蘭甚至對德國帶來的威脅 所以在這個之後呢 美國就宣布就是在7月的時候宣布 就是說要在德國部署飛彈 那這些飛彈在包括這個 所謂的標準六型的這個飛彈 包括戰斧的巡弋飛彈 也包括這個超高音速飛彈 那這些新的飛彈 當然又會使俄羅斯呢 又必須要加以這個回應 要提高它的軍事準備 要提高它這種打擊能力 所以這種軍備循環之下 這種這個軍備競賽的惡性循環之下 很可能最後就一不小心 就會觸發了戰爭 他想走火 對 好 那老師又怎麼看另外兩場 這個外交上面的所代表的意義 好 這個其實兩個意義其實不一樣 但是都很有趣 就第一個它讓它展現就是說 中國大陸跟印度呢 其實都跟俄羅斯保持了相當好的關係 雖然我們看到這個 莫迪是去訪問烏克蘭 這號稱是印度的領袖 30年來第一次訪問烏克蘭 但是這個訪問其實是一個平衡式的作用 也就是因為莫迪在7月時候訪問了這個俄羅斯 所以當然面對美國跟歐洲很大的壓力 這些國家都是跟印度的關係非常密切的 他也需要這些國家的投資也好 市場也好去支撐他的經濟成長 所以他必須要做一個平衡 而去訪問了這個烏克蘭 那至於他訪問烏克蘭到底會說什麼 會做什麼 大概我覺得不會有什麼實質的成果 因為重點還是在平衡 所以真正比較關鍵的是他訪問俄羅斯這件事情 因為他訪問俄羅斯很重要的一點 除了他也從俄羅斯獲利之外 因為印度60%的武器 40%的石油是來自俄羅斯 所以他當然需要維持跟俄羅斯的關係 還有一點就是去平衡中國大陸對俄羅斯的影響力 所以當然他有他的一個戰略的價值 至於李強去訪問俄羅斯 其實他是非常經濟功能的 我倒不覺得他有很重的這個戰略外交的意義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其實李強在8月20號的下午到俄羅斯的時候 中國大陸有兩位高階官員去接機 一位是副總理何立峰 另外一位是國務委員佔宜琴 那何立峰他在大陸的這個國務院的分工是分管金融 佔宜琴是分管 他當然分管主要什麼婦女啊這個小孩童啊 但還有一項很重要的是就業 那你如果看他們現在剛開始就是已經開會的這個 出來的這個新聞發布 因為是這個 目前第一輪的這個新聞發布是和立峰主持的一個會議 那裡頭特別強調兩個重點的合作 一個是能源一個是農業 這兩個領域要持續的增強 那為什麼這兩個領域很重要呢 第一個當然大家知道就是說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買了非常多的這個天然氣啊石油啊 但是他們現在在討論就是從俄羅斯到中國大陸 進外蒙古的這個天然氣管 那雙方對這個價格一直沒有談論 戰疫情這更有意思 因為其實近幾年也有不少人 從中國大陸到遠東地區 俄羅斯遠東地區去開墾 所以這個農業合作 能源合作 大概是我認為在經濟合作以頭 大概非常突出的兩件事 好觀眾朋友 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特別來關心的是 俄烏戰爭現在的最新戰況 又是達到哪裡了 現在是來自於美國智庫戰爭研究所做的分析 烏克蘭這一次特別騎襲俄羅斯的戰果 到底表現如何 目前我們來看到最新進度 烏克蘭的部分在庫斯克州 現在是正式取得1000平方公里的一個佔領區 接下來烏軍可以向北沿著 我們特別來看到這個紅色的虛線畫的就是 所謂的138號公路的一個虛線 它可以從這邊烏軍向北 這邊是俄羅斯 來繼續的做它的進攻 這一條公路連接的部分是從庫州西部 一直到庫斯克核電廠在這邊 往這邊走就會出現了一個核電廠 接著就是他們的市區 庫斯克市區 這當中包括核電廠還有這個市區 被認為就是烏軍這一次的主要進攻方向 核電廠之所以重要 因為它是俄羅斯三大核電廠之一 也是四大電力生產商之一 最近我們要特別關心這場突襲戰役 讓普丁震怒 政治上確實已經對俄羅斯產生了巨大的壓力 接下來如何改變烏俄雙方的戰術策略呢 烏克蘭發動了這場騎襲 但是後方交通補給線 可能會被俄軍給截斷 可能被普丁握中捉憋嗎 即使可能被包圍 澤倫斯基還是堅持這種打法 難道他另外有策略盤算嗎 這集我們帶你一次做深入的策略性掌握 先來看到烏軍這一次特別進逼了 庫斯克核電廠是打算威脅俄羅斯 能源的供應上面來逼普丁 接受烏克蘭的政治訴求嗎 這一波攻勢最終到底想要達成 什麼樣的戰略目的 委員怎麼解讀 在俄烏戰爭爆發沒多久的時候 這個西方跟俄羅斯事實上就已經有一個默契 這個默契就是說 雙方面不要把烏克蘭跟這個 庫爾斯克這附近的地區當作戰場 所以在這樣的默契底下 烏克蘭事實上在附近也沒有部署軍隊 俄羅斯也沒有部署軍隊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這一次烏克蘭突然間突襲的時候 俄羅斯那邊完全沒軍隊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有個默契在 那為什麼這個默契在呢 因為蘇甲是供應這個整個西歐 歐洲最重要的天然氣的加壓站的地方 離開了蘇甲就開始進入烏克蘭 進入烏克蘭就直接送到了歐洲去 所以是最大型的一個加壓站 就在蘇甲的郊外 那另外的就是有個核電站在那一邊 所以雙方面有個默契 可是這一次烏軍在北約的規劃底下 打這樣的戰爭基本上是很冒險的 為什麼我說是北約規劃的 因為從現在已經出來的視頻非常清楚 他這個打法跟上一次打195的戰法完全一樣 就是拷貝 只不過沒有上次那麼成功 上次一塗山進去就幾百公里 可是塗山進去表面上說 他已經佔了1000平方公里 1000平方公里不大 就是30公里乘以30公里 30公里長30公里寬就是1000平方公里 然後這1000平方公里多大 就是1.5個台北市 台北市也將近700平方公里 所以等於1.5個台北市 哇 台北市好大 錯了 在俄羅斯的土地上面 這一點實在不算什麼 然後是因為俄羅斯沒有部署 所以他有機會往前突穿 可是打了這麼久 竟然一開始就被俄羅斯的民兵打了3天 然後他怎麼打法呢 他第一波攻進去的時候 都是用特種兵打進去 可是特種兵在士兵上通通是歐洲人 就表示正式一件事情 是北約的軍隊 特種兵化妝成 這個烏克蘭的僱傭兵 對 而且 只有他們有這個本事 用那個什麼 輕步型的戰車在前面衝鋒 這特種兵 烏克蘭沒有這種特種兵 不要騙 他講的是說僱傭兵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 包括這個歐洲媒體也都 在暗示說 這個根本是北約的特種兵 化身為僱傭兵 來幹這個事 然後這個特種兵往前攻 攻進去 發現沒有人 正面兼偵查 然後發現沒有人 接下來就是重裝部隊進來了 比如說裝甲部隊等等就進來了 那接下來就是步兵就進來了 他基本上是這種 圖穿的一個打法 這種打法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就是非常快速 非常激動 很大的缺點就是 補擊怎麼辦 這個艦長很清楚 補擊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最大的困難在什麼地方 他運氣很不好 庫爾斯克靠近烏克蘭這個地區 的地形就是跟台灣的苗栗一樣 全部是丘陵地 你只能沿著三谷走 所以你的部隊開展不了 不像一般人講說打進去就開展打開 對不對 他根本沒辦法打開 然後俄羅斯接下來丟來的空降師 全部在丘陵地上面 所以俄羅斯的軍隊就可以居高臨下 然後你雖然現在你可以衝進去 可是在30公里就被擋住了 過不去 不像上次在195 195那個時候俄羅斯根本就沒動員 沒有冰殼掉 可是很明顯的 他們準備要在這個 庫爾斯克打一場 決戰 好久沒有聽過庫爾斯克大會戰 那個是二次大戰非常有名的坦克大決戰 但是他不是在這附近 他是在靠北邊的庫爾斯克打 為什麼 那個地方平原 可是偏偏這個地方是丘陵地 他如果 烏克蘭沒有離開丘陵地的話 他根本打不到核電戰 他現在人還在丘陵地 困在丘陵地裡面 那丘陵地現在是 俄羅斯四周是三面包圍 他現在被包圍就對了 對 三面包圍 那現在就整個打一場硬仗了嘛 那這個地方也很麻煩 就是對烏軍最不利 就是說他很難弄什麼 什麼有很強固的攻勢 攻勢就堡壘很難 不像現在在那個紐約啦 或者在那個洪軍村啊 那個地方可以有很強烈的 什麼堡壘地下 什麼戰壕 都沒有 都沒有 但是他有防攻 有帶這個簡單的這個防攻 這個飛彈 那有帶很多的 但是一般來講就是說 他現在攻進去的 大概有將近一個師級的 差不多一個規模 但是沒有滿邊 沒有滿邊的師級的規模 大概一般師級規模的 所攜帶的這個補給品 大概可以撐到 一個月沒有問題 因為師級在那邊配備 就是一個月的一個補給 而且還打半個月而已嘛 還早 對 還早 所以後面是有陸陸續續 要不要再增兵再補給 那這些俄羅斯只做三面的包圍 照到正常來講 俄羅斯是要把第四面 靠近烏克蘭邊境 要從旁邊打進去 把那整個包圍 那目前還沒有 目前他還在部署等等等等 那為什麼要把居民通通撤走 你知道嗎 那個蘇甲人不多 蘇甲人口只有七千人口而已 這七千 然後整個這個 整個這個 庫爾斯克的人口 也不過這個 差不多三十萬人而已 那他現在把撤離的範圍 比現在打戰的範圍還要大 目的何在 要包圍啊 大轟炸 Oh my God 就是大轟炸 沒有別的 不然你撤得那麼多幹什麼 就是要這個 焦土式的轟炸 才需要做這個 那換句話說 這個普丁講的 可能符合他的戰略 就是 這個 現在就不談判 不和談 現在和談沒了 我們開始打 那現在烏軍 這兩個路 一個 就是要投入更大的部隊去進攻 我的判斷是這樣的 如果他在紅軍村都守不住了 這些軍隊都守不住了 來這邊大概很難守 因為這比紅軍村更難守 那你說進攻有沒有力量 可以打到核電帳 基本上已經沒機會了 他前面就被 竟然被俄羅斯的民兵 不過當然這有點例外 就是那個民兵不是普通的民兵 是經過瓦格納調教的民兵 所以跟一般民兵不太一樣 但是當然不是正規軍 不是正規軍 那如果把他擋住 在30公里之前都停下來了 那再往前機會就沒有了 而且再上去全部是更高的丘連 從這裡到裡面看的135公路 那個公路是在 在兩邊的丘陵底下 這樣完顏這樣走過去的丘陵 你去過三億沒有 就跟台中 經過三億要到那個 到那個新竹 那個完全一模一樣的一個地形 甚至於更困難 更困難 所以 他怎麼選擇這麼糟糕的地形來攻打 也百思不解 不過因為這個地方真的是完全沒有烏軍 因為烏軍也可能認為說這種地形我不需要守 所以才吃了這個大虧 但是接下來就是 其實不是俄軍要救援庫斯克 而是烏軍要不要救援庫斯克裡面的烏軍 現在已經開始進入雙方的決戰了 好 委員剛剛其實幫我們特別講到人力的部分 說這一場這個戰爭是北約計畫的 那裡面有特種兵是來自北約的 我想要這個同樣的問題來特別跟網友做討論 您如何看這一次裡面的兵種 是烏軍自己 還是您也看任何位就是北約這邊的特種兵 我們持續來關心的兵力的部分 是華爾街日報特別做了分析說 烏軍這次的棋息 迫使俄羅斯他調走了在烏克蘭的兵力 包括從他的烏克蘭原本的哈爾科夫的前線 調走他的北方部隊 還有烏克蘭南部戰線也調來了 他們的這個步兵旅等等 俄軍更是從3000公里以外的這個地區 加里 寧格勒將部隊調往庫斯克州 還有消息傳出 由於兵力不足 俄羅斯總統普丁可能在今年底 就會來實施動員征兵了 現在在這場戰爭之下 已經擴充他的俄軍的士兵數達到150萬人 在面對烏軍現在進攻 庫斯克之際 兵力還是不足嗎 是因為烏俄戰線太長 還是有其他的原因 政長 首先我要講一下 剛剛其實委員有講過 這裡是非常的地廣人稀 但是一個地廣人稀 你還很難去體會它 到底稀到什麼地步 我舉一個例子 他打進去的兵力將近快一萬人 就是烏克蘭 他打的這個距離已經大概到20公里了 相當於從台北打到桃園 一萬人從台北打到桃園 你想想看又經過林口 又經過五谷 又經過龜山 然後打到桃園市 傷亡多少人 你有沒有看到我到現在我一直在關心這個數字 我最近看到是三亡 三十一人 你就是啊 只有三十一人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戰爭 第一個就可能 那個守軍跑得比那個攻的速度還快 所以它的衣路就這樣過去 所以它幾乎 就我們來感覺 我時常都覺得 俄烏到底是不是一個戰爭 它很多地方打的跟傳統戰爭是不一樣的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我看到說它攻進去的時候 我告訴你啊 我的感覺是非常的訝異的 為什麼 這是一個充分的以小博大 對 你的目的是什麼 就好像我當初看到哈馬斯去打 這個以色列 你這幫人在吵死啊 你看飛蛾扑火 是 對不對 但是他們有個宗教信仰 那我問你 烏克蘭有什麼宗教信仰 他認為他將來能升天嗎 你能夠打到什麼樣子 我不知道耶 你為什麼要去打 現在我們看得到烏克蘭是兵困馬皮 俄羅斯是游刃有餘 它的軍艦還在訪問古巴 跟著中國在那巡逸 它的飛機什麼戰略轟炸機在外面 它在這個戰爭到目前為止 它還是游刃有餘 你這樣打進來之後 你能夠怎麼樣 然後接著 當然你看到最近是好像這 當然非常好了 但是可能大家不太了解陸軍 因為就像委員剛說那幾乎是空的 你今天有一萬人來 我要調人過去 那個陸軍是非常複雜的 我曾經在陸軍參加過演習 我就告訴你 陸軍不要叫你打仗 我每天叫你從A地到 乙地 乙地到秉地 就搞死人了 那個陸軍是非常辛苦的 就你要整邊 帶武器 帶食品 然後再過去 真的很困難 那還想 它空軍啊 你可以抓你跨上去 轟大塔 你為什麼不轟大塔呢 這裡距離太空旺 太長 你越近來 你越深入 我可以告訴你 烏克蘭這一批一萬人 越危險 你去向他打過去 200公里 就幾乎是要從北到南 太困難了 有時候連水都找不到 對 所以他會很困難 然後 至於說他會不會去搶那個可戀戰 我勸他不要搶 為什麼 你只要搶的那個是 叫做公者所必取 守者所必顧 俄羅斯會給你拼命的 所以說 你絕對不要去打那個 就是說俄羅斯 一定要守住的那個地方 他會把你這些人消滅 那除此之外 慢慢的可能也許 你自己他也說 我們沒有 烏克蘭沒有說我們要站這個 他可能自己就會退回去 否則 越久 烏克蘭真心 他會越危險 然後至於你說 後續觀察什麼 不是打到哪裡 就是他能不能夠守得住 這批人守得住嗎 你能擴大戰果嗎 開始這幾天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看起來都好像很鼓舞人心 後續 我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他犯了一個天下 這個兵家大忌就是 以小博大 乌軍勝利 你必軍 你真的是一件很困難的一個 是 以小博大 湯老師我們怎麼看 會不會被俄軍給翁中作弊 現在包括了交通線跟古籍線 都可能會被阻斷 那再來就是他的人力的部分 會越來越吃力嗎 對 剛剛前面兩位先進啊 講的都非常正確 這裡面的情況呢 大概就是 這個烏克蘭這邊 他們的這個兵力啊 現在越來越缺乏 他們原本就是爆發戰爭的時候 講說六十歲到這個 十八歲到六十歲的不可以出國 而這個增兵的話 就是說你二十七歲以下的免疫 意思就是說二十七歲以上的 到六十歲的這一段 才開始增兵 那現在呢 他們要開會 現在馬上他們的議會要決定 說二十七歲的兵員不夠了 這樣降到二十五歲 所以說這是一個 非常明顯的一個指標 意思就是說人緣不住了 我們看看這個俄羅斯 跟這個烏克蘭的人口 俄羅斯是1.4億啊 烏克蘭多少 四千萬 四千萬怎麼樣啊 已經逃出去差不多快一千萬 差不多 然後呢 國內流離失所大概有一千萬 那所以說真正你可以增到的這個兵 確實出現了非常重大的這個短缺 還有呢 這個美國啊 他一直講 他說我給你的武器啊 你絕對不可以打到俄羅斯去 現在跨越紅線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啊 這個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 烏克蘭啊 我覺得他現在大概是絕死一搏 意思就是說他現在看風向 他前一陣子啊 那個 那個烏克蘭的那個那個外交部長 還跑去廣州 見了王毅 那個時候是什麼時候啊 那個時候是美國那個 川普啊 啊 行事 行事高漲的時候 勝利在望 可是現在美國的情風改變了 現在這個賀錦麗 後來居上 哦 那就要看起來 好像 啊這個賀錦麗他會 又延續拜登的這個政策 支持烏克蘭 對 也就是說會持續支持烏克蘭 哦 那這個東西就 對烏克蘭來講那個 就有很大的這個背後支撐 還有一個 F16軍到位了 雖然他要了很多 可是來得很少 可是他起碼來了 那來了以後呢 那當然這個也增加了 這個烏克蘭這邊啊 他們的這個這個戰力 嗯 可是呢 你現在 你要搞到這個地步 啊 你要說進到這個俄羅斯這邊 而且如入無人之境 你說普丁不會 用大力的方式來反駁嗎 來反反反擊嗎 現在他已經在 已經 西方媒體也報導 他已經準備說 我的核子武器啊 是放在哪裡啊 放在這個核錢 核潛艦裡面的啊 這些東西呢 已經對好 對準英國跟法國了 嗯 那這樣子的話 那你這個事情 就鬧大啊 那這個東西很麻煩啊 而且 普丁還曾經講過 他怎麼說啊 他說只要俄羅斯的領土 受到攻擊 他就要動用核武 這他自己講的 還有一個就是說 俄羅斯的國家 安全 如果說受到威脅 就嚴重威脅 嚴重威脅是什麼 就是 那個核電廠 那如果說這兩個事情 真的 讓這個普丁 逼他 騎虎南下的話 對 那他要用這種 真正的 挺而走險的 這個方式 用使用核武 我覺得這個東西 這個非常非常危險 所以我覺得這個 烏克蘭這邊啊 你要想清楚 再來關心的是 烏克蘭的國防部 表示呢 俄軍在對內茨克州的 庫拉霍夫 發動了近期 最大規模的一次進攻 這一次用上的 包括了11輛的坦克 45輛的裝甲車 還有大量的步兵 都參與在戰爭當中 這一波攻勢 最後是遭到烏克蘭的 這個79 第79獨立空中 突襲給擊退 雖然烏軍他在陸戰上面 擊退了俄軍 但是我們看到 烏軍總司令 還是向英國衛報 專訪的時候表示說 俄羅斯確實擁有 非常優越的航空力量 跟防空系統 擔心被擊落 所以他們把這個 F16戰機 只能遠遠的放在 前線40公里處 甚至是更遠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次烏克蘭 擊退俄軍 是在盾內此刻的攻勢 但是F16的部分 剛剛提到 他們非常擔心 無法真實的發揮戰力 怎麼看接下來 俄烏在夏季的 這整場攻勢 夏威哥 其實當然你說 以F16戰機來說 它是不是一個好的戰機 它當然絕對是一個好的戰機 但是戰機 它本身 它只是一個載台 真的要讓它能夠 發揮最大的功用 還是在於它上面 在的這些空對空或空對地的武器 也就是它本身要有足夠長的矛 或者說它要能夠有足夠 能夠攻擊對方的 這個地面的武器 這個時候它的戰機 靠近前線才有意義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 以美國 對於歐洲盟國 提供給烏克蘭的F16戰機上面 有沒有包含 甚至最先進的AM120等等 這些空對空飛彈等等 這些其實都還是頗有變數 而且另外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 今天你的飛行員 要能夠熟悉這些裝備的使用 不是三天兩天 一個簡易的訓練 就能夠快速達成的 像以我們中華民國空軍的 F16戰機的接裝來說的話 當初我們從1997年 飛機開始陸續接裝 真正等到要形成的 足夠的戰力大概也要等到 2003年以後 也就是說接裝之後大概五年 才有可能真正形成一個 可視的這樣的戰力 像烏克蘭 它現在所獲得的 這些F16戰機 在等級上來講 跟我們現在空軍的F16戰機 等於我們空軍 在沒有做性能提升前的戰機 它們是相同的規格跟能力的 但是如果說這些盟國 在沒有美國的同意下 也不能夠就輕易地把 像AM120這些先進的空對空飛彈 提供給烏克蘭 那這時候烏克蘭的戰機 如果在空中 遭遇到俄軍的這個戰機的時候 變成說俄軍的戰機 能夠發射的飛彈的 這個可能在空中的射程距離 遠大於你F16 能夠攻擊它的這個距離的時候 那你這個F16 這個飛過去 不等於是給俄羅斯空軍上賽嗎 而且俄羅斯的這個空軍 就他們叫空天 現在叫空天軍 它本身 它的本身的整體的空防 也是非常完整的 也就是有戰機 然後有預警機指揮 那另外呢 也有包含像它的這個 S300 S400的這些防空飛彈 等於說它透過它的 地對空防空飛彈 空對空的戰機 跟空對空戰機的這個攔截 還有預警界指揮 它其實對俄羅斯的那個 境內本身是構成一個 非常完整的這樣一個防空網 那這個時候你 那個F16戰機 烏克蘭擁有的 如果並不具備 要壓制對方最重要的防空網 壓制的這樣一個那個能力的話 那這個時候你的這個戰機過去 相對來說被攻擊的這個 可能性就非常高 當然我們也看到 在俄烏那個衝突剛開始的時候 美國其實也就有提供 像包含這個反輻射飛彈 這些給這個烏克蘭 甚至烏克蘭還把它 加改裝到這個米格-29戰機上 讓米格-29戰機都能夠發射 美國提供的這個 那個HM88這個反輻射飛彈 但是如果說今天 你的這個戰機 跟美軍的這些這個飛彈搭配 那甚至說 雖然現在也用了這個F16 來搭配這些的 這個防空網壓制的這個能力的時候 你本身自己的能力 夠不夠鹹熟 或說你的戰機 能不能夠有效的壓制 對方的這個防空網 都是這個F16在戰場上 能不能夠順利執行任務 一些非常重要的關鍵 所以整體來說 F16是個好戰機 但是它需要一個完整的 配套設備通通到位 那這個時候才有可能 跟俄羅斯空軍稍微抗衡 因為畢竟不可否認 當初原先在射進這些武器的時候 最大的這個對手 所模擬的這個對手跟對手 的確是俄羅斯 等於說現在F16 要在烏克蘭戰場面對俄羅斯空軍 的確反而是真正回到原始 最原始F16所要設定的攻擊 那個打擊的這個對象 能不能夠成功 那有看就是說 那個烏克蘭空軍 跟俄羅斯空軍 他們彼此的這個訓練跟能力 好 整體來說 我們可以看到 這俄羅斯的防空網 現在還是非常的緊密 對於F16 還是有一些限制性 不過這場戰爭 俄烏戰爭 接下來會怎麼走 現在多了這個美國的角色 因為美國多了非常多的變數 我們要來關心到 就是因為美國總統大選 11月份登場 那7月21號 我們都知道這個拜登退選了 那拜登退選之後 烏克蘭立刻有了動作 外長從7月23號到26號 立刻是應邀訪問了中國大陸 會見中國外交部的王毅 會談的是時間超過了3小時 外長庫列巴他在會後也發表了演說 宣布烏克蘭接受談判2點原則 我們先來看畫面上 第一點他說沒有烏克蘭參與 就沒有關於烏克蘭的協議 第二個是要完全尊重烏克蘭的主權 還有領土的完整 我們先來關心 拜登一宣布退選 烏克蘭外長為什麼立刻就去訪問大陸 談俄烏的和談 是因為現在基輔已經對美國的信任 幾乎崩盤了嗎 議員怎麼看 靠山山倒 靠人人倒 這一次呢 澤倫斯基然後他自己能夠清楚地感受到 尤其從先前美國布林肯 然後或者是川普 或者是萬斯 然後所講出來的話都如出一策 布林肯更是直接講說 哎呀這個如果換了政府的話 我們當然是沒有辦法繼續援助烏克蘭了 他言下之意不僅是坦承了 對未來烏克蘭的援助會終止 好像對於自己能否連任 大概也沒啥信心 那麼川普的副手萬斯更多次受訪 講得非常清楚 他認為呢繼續去支持烏克蘭 對美國是沒有意義 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要去打擊俄羅斯呢 是很ridiculous 很荒謬的事情 那他的態度跟川普的態度 完全是一致的 所以烏克蘭會對未來美國的 這個所謂的調情抱有極大的問號 是可想而知 再加上呢因為川普所說 哎呀我們24小時之內就能夠解決 但是從頭到尾沒有講具體的方案是什麼 沒有任何的細節 你怎麼24小時之內解決呢 那當中是損失多少烏克蘭的利益作為代價呢 是損失烏克蘭的多少的領土 還是喪失了什麼 所以一切都未知 那是否要讓烏方承擔巨大的損失 這輪司機當然是沒有自信 而再者是對於過去川普 他的一些前科 就是過去特朗普在執政的時候 那他跟俄羅斯的關係就比較好 也沒有積極展現出支持烏克蘭的狀態 那再加上呢在政策上面上 他一向都是主張 美國都是要儘快地擺脫什麼 對外的這些資源啊 應該要加強回歸復興美國本土等等的 所以政策上也會讓烏克蘭對川普保持很大的疑問 那再者當然就是呢相較之下 拜登的支持是非常明顯 而且是可見過去都有歷史的這個政績的 所以當然相較於不確定性的川普 那烏克蘭 澤洛斯基感受到了龐大的壓力以及危機 所以怎麼辦呢 就趕快到中國來求救了 好那如果是這樣對美國這麼沒有信心 找中國來求救 但是呢烏克蘭外長又提出了兩個條件 聽起來又這麼的硬 中國有辦法調停俄物戰爭嗎 鄭總老師怎麼看 首先我們注意到就是說 其實在前幾個月的時候 烏克蘭總統 澤洛斯基還公開批評過中國大陸 那現在很顯然 就烏克蘭外長去訪問中國大陸 跟王毅在這個 在廣州 談了這個雙方的這個 雙方對於俄武戰爭的看法 我認為這已經反映出來 就是說 烏克蘭還是很清楚的認識到 中國大陸是他們現在要通過 這個 談判解決這個 俄武戰爭的一個 最關鍵的一個行為者 那當然第二個就是在於說 雖然烏克蘭現在 就是說他的這個條件看起來 還是很 很強硬 但是呢 他也這個 邀請中國大陸參加年底的這個峰會 那很顯然就是說 在年底這個峰會 現在按照中國大陸 原先所提出來的一個主張 那很可能也就會邀請俄羅斯參加 所以這個也就是反映了 就是說他也對他原本在 談判上的一些立場做一些調整 當然我覺得我必須要說 就是烏克蘭現在的立場很強硬 俄羅斯的立場同樣也很強硬 因為烏克蘭是說 他原來是說他要這個 克里米亞要拿回來 然後俄羅斯要先撤軍 這聽起來就是不太可能 可是俄羅斯要求說 把他現在宣稱已經歸屬於俄羅斯的 這四個州 全部都要烏克蘭完全撤軍 這也是不可能 因為這四個州 克爾松也好 札波羅勒也好 或者是對內茨克 盧干斯特 這些都還有相當部分的領土 是在烏克蘭軍隊掌握的當中 所以說你要他不戰而撤 我覺得這個也是不合乎邏輯 也不太可能的 所以目前來講 就怎麼樣讓雙方各退一步 所以一個比較可能的 第一個先從談判的做法上做調整 就是說雙方可不可以在沒有前提條件下 先做下來 有任何的前提條件都不可能去實現談判 所以只有說雙方先做下來 因此11月的這個峰會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第二個就是在於說 到底這個中國大陸有沒有可能 或者願不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大概現在各國的領袖都 多數是同意就是說 中國大陸是有這個能力的 當然有一部分的專家認為說 俄羅斯不會就範 但多數的領袖都認為說 全世界如果中國沒有這個 中國大陸沒有這個能力 其他國家也不可能有 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中國大陸到底願不願意這麼做 當然有人是說 中國大陸可能不願意這麼做 因為俄羅斯陷入這個俄烏戰爭裡頭 對中國大陸還是比較有利的 因為它讓俄羅斯就更加的依賴中國大陸 然後美國和歐洲也把他們的注意力 放在歐洲上 這個也放在烏克蘭上 這也對中國大陸來講 它有更大的一個戰略空間 可是事實上來講 中國大陸也面臨到一個 非常對他來講 非常有誘惑力的一個獎賞 就是說如果他在俄烏戰爭中 扮演一個積極角色 很顯然他可以有效地去 把歐洲拉到自己這邊來 因為現在芬蘭的總統也好 波蘭的總統也好 包括法國總統馬克宏 以至於乃至於這個 德國的總理肖茨 都對習近平這個總書記提出了期望 就是說都期待 中國大陸能夠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 像這幾週 菲蘭總統才公開表示說 全世界只有中國大陸 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那他這個總統很特別 因為他過去是公開宣稱 他是一個親美的 然後他現在告訴大家說 他希望美國減少 跟中國大陸之間的一個對立 跟這個競爭 雙方能夠有更多的合作 那這就看出來 就是說這個歐洲的人心所向了 就是說如果歐洲戰爭 能夠順利的解決 能夠和平的收場 能夠談判的解決 那中國大陸會扮演的角色 設施非常非常關鍵 那所以我認為 在面對歐洲的期望這件事情上 中國大陸是有這個誘因 去做這件事情 同樣一個問題 請漢婷來補充好不好 你怎麼看 中國大陸願不願意介入調停 這個一邊是俄羅斯 他對他的依賴 那另外一方面 還有歐洲這邊 可以跟他有更好的連結的利益 剛剛卓老師幫我們講了很多 你有怎麼看 其實在這一次呢 烏克蘭有先做好了 充足的功課跟準備 在這個時間點 第一個當然是整個 俄軍的大軍壓境 在戰場上對烏克蘭相對不利 第二個就是在美國的因素之下 實在是沒什麼辦法 第三也是因為 中國大陸剛辦成了幾件事情 包含上是北京宣言等等的 所以在現階段來說 北京呢是比較有能力 而且有實力 而且最關鍵的是 能夠跟俄羅斯 還有呢在烏克蘭 甚至在國際之間 都能夠說得上話 也只有北京了 所以烏克蘭呢 確實除此之外 也實在沒有別人可以來做協助 那麼之前呢 烏克蘭他就講說 希望能夠遵循 過去中國呢 所提出來的六點倡議 而這六點倡議 其實可以認真看得出來 外界 我講說西方都認為 哎呀這個大陸一定都是去支持 俄羅斯啊 甚至是像美國 軍援烏克蘭一樣 大陸都去軍援俄羅斯 但是呢 對中國大陸來說 是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甚至呢 這個大陸的無人機 還是賣給烏克蘭 所以呢 在這個狀態之下 就是相對於中國大陸 它只不過是採取比較客觀 或者講說相對中立的立場 只不過沒有一面倒的 去抵制俄羅斯 相對比較中立 所以在這個立場之下 那麼對烏克蘭來講說 雖然你沒有那麼樣的挺我 但是你沒有全然的倒向俄羅斯 至少就是有爭取的空間 而且大陸的立場 在這兩三年以來 一直都沒有停過 一直都沒有變過 都是希望能夠盡速的和談 以及結束戰爭 不過最具體的 也就是所謂的目前俄軍所佔領的 這幾個地方 到底應該實際的歸還 或歸屬給誰 那恐怕呢 也不是北京一個人能夠說了算 那完全還是要看 俄羅斯跟烏克蘭之間 雙方之間的爭執 只不過是說 由北京來做主導跟協調 大家比較有幸福力 如此而已 好 謝謝漢婷的補充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地人政治 內政之間 戰略價值 商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襲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發展現